本大爷要来地球捣乱 大家赶快助我好运吧 赶助我倒霉倒霉倒霉的 就扣三个狗头给我看看 抓住了我饶不了你们 一尊老母鸡掉他头上 我去你大爷的 还在这装帅 跟本大爷走 蠢货 贝利亚带着雷德王 悠闲地在电梯里唱歌 两个坏蛋 两个坏蛋 去捣乱 去捣乱 突然雷德王感觉自己的肚子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舒服 贝利亚被雷德王排出的气体 臭得差点窒息了 他晕乎乎地爬出了电梯 救命 救命啊 雷德王一看大王倒下了 赶紧对他进行心脏复苏 还用嘴对嘴的方式 进行人工呼吸 由于早上没有刷牙嘴巴太臭 贝利亚直接又给臭醒了 雷德王你干得好干得妙 给你塞个大拇指 你千万别骄傲呀 半晕半迷的贝利亚 被送上了救护车 送到了医院之后 结果被人送错了科室 送到了牙科医生那里 西卡利医生以为贝利亚是来拔牙的 直接一拳子就上去了 最后悲催的贝利亚 不得不一个人走出医院 刚走出医院 迎面飞来一个好大的足球 只听着碰的一声 贝利亚被足球撞飞了 躺在地上直哼哼 他又被医生给抬回了医院 从医院出来的贝利亚 就是这副熊样了 贝利亚一个人坐在轮椅上 不断的感叹 真是倒霉呀 就在这时 拖雷吉亚刚刚好经过 哎呀小朋友们 倒霉倒成这样的也是没谁了呀 看着挺可怜的 但是我怎么想笑呢 大家可以Q三个鲜花给他 恭喜恭喜他吧